几种动物成长前后对比 你能想象到两只狗是同一只狗吗 看看这只小狗是多么可爱呀 你绝对想不到 它长大之后 竟然是一只重大50公斤的凶猛的狗 这是一只美国斗牛犬 通常来说 美国斗牛犬勇敢敏捷 一般能长到30到60千克 看到它长大后的样子 你是不是觉得它长残了呢 你能猜出来这是什么动物的幼崽吗 它是不是很像一只小熊呢 其实这是一只狼和狗杂交得来的混血狼 它比狗更具有攻击性 但是却难以依靠自己在野外生存 所以人们把它训养得像狗一样 你能猜出来这是什么动物的幼崽吗 这个可爱的小动物是河马的幼崽 河马是非洲最危险的动物 它们袭击人类的次数 比狮子和猎豹还要多 你能把可爱的小河马 和凶残的大河马联系在一起吗 你见过袋鼠的成长过程吗 接下来将为你展示 袋鼠宝宝不同阶段的样子 动物管理员在知道袋鼠妈妈怀孕之后 就会非常关注袋鼠宝 管理员经常拉开袋鼠妈妈的袋子 查看小袋鼠的健康状况 小袋鼠从一个红红的没长毛的小肉团 慢慢长大 到后来袋鼠妈妈的袋子 再也装不下它了 它就只能自己出来玩耍了 小袋鼠怎么看怎么可爱 等到袋鼠长大之后 只觉得它们喜欢打架 你能猜出来这是什么动物的幼崽吗 原来它是一只犀牛宝宝 犀牛宝宝还没有长出脚 两只大耳朵扑朗扑朗 十分引人注意 不过等它长大之后 人们只会对它的大脚印象深刻 你觉得犀牛宝宝可爱吗 你喜欢养蜥蜴吗 这看起来似乎就是一只无害的蜥蜴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 这是科莫多巨蜥的幼崽 等它成年后体重可达130公斤 能够杀死比它们体型大很多的动物 它们强有力的尾巴 甚至可以扫断其他动物的腿 光看它的宝宝 还以为只是一只普普通通的蜥蜴 看来蜥蜴也不可冒想 你能看出来这是什么动物的幼崽吗 你能想到它是熊猫的孩子吗 刚出生的熊猫没有长毛 而且非常小 体重只有100克 等到熊猫成年后 可以长到90公斤重 是熊猫幼崽的900倍种 很少有动物的体重差 能达到这么大 听说长安点赞会让你好运连连 评论区留下你的观后感吧